《榮獲威尼斯影展》最高榮譽金詩獎 正發聲改編自法國重量級作家 安妮艾諾的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半自傳的深刻視角 如今又為她贏得文壇最高榮譽 八十二歲的艾諾是首位摘下諾貝爾桂冠的法國女作家 三十多本著作多半取材自個人或周遭經驗 剖析墮胎 罹患疾病等敏感議題 出身工人階級家庭 對艾諾而言 寫作是一個政治行為 為了打開我們的雙眼 看見不公義 她把文字當作一把刀 下筆直率 才能劃破想像的面紗 艾诺相信写作的解放力量 下笔毫不妥协 瑞典学院也盛赞她 是启蒙思想家无所的继承人 带着揭露真相的强烈使命 而这些她的读者早有共鸣 大爱新闻将问题变异